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不想像這個房子買賣是非常單純的事情 然後也因為財務的壓力 就把它讓給別人 好不好 你的問題是不是完全沒有搞清楚問題 你本身的問題就沒有搞清楚問題 因為是銀行貸款 你為什麼問題說花7200萬塊錢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因為像銀行貸款 你的問題似乎完全是在誤導的感覺 我不知道你是哪個媒體的 你是哪個媒體可以講嗎 又是三立 我再重申一遍 我不是拿7200萬塊去買房子 是因為沒有這麼多現金 所以去向銀行貸款 若干連之後 因為財務有壓力 所以不得不冷透 把它讓給別人 什麼叫做拿7200萬去買房子 你提的問題我就覺得非常的奇怪 是不是這麼多 對 解釋